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來到港人講事 快點救人救事 要欺人欺事 人們越來越欺 怎樣欺法 李慧琼辭職又是新聞 我覺得鄧麗欣和方力珍分手更加新聞 辭職行會 兩樣我都覺得不是新聞 難聽你講一句 辭職行會掛傲事 掛傲事嗎 行會又不是我直選的 對 要和我報關我的陳詞 如果他報上去我也是葉國謙 又是民建聯 我們會不會說事 有分別嗎 正如很簡單 你跟他說什麼 我好像說很多次 我問我朋友 你知道國務院總理是誰嗎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搞錯 你大陸人來都不認識國務院總理 我都沒有選的 掛傲事 就是Extracity 關我的傲事 然後人們就猜測他會不會是 準備選特首 難聽你講過他選不選特首 關我的傲事嗎 他選不選特首那怎麼辦 他選中了那我可以怎樣 就算他參選特首那又怎樣 你討論完那又怎樣 對 我覺得沒有討論的價值 有討論價值嗎 也沒有新聞價值 對 可以說報他下選 可以說報他退了不做 但無謂猜測 無謂猜測 無謂猜測 很無謂的 他參不參選又如何 對 那又怎樣 那又怎樣 他又不是特別是隔身派 你說 余若薇 梁家傑 可能梁天忌都出來參選 是一個很competitive的選舉 你就覺得這些可以說 那這些不是有肚子 那些不是有肚子 那些是葉劉淑儀 李維琴 梁振英 林鄭月娥 不是又是屎 用四個屎來講 對 有什麼好說 林鄭月娥 看哪一邊都不太臭 對 你根本各個都是一樣的 你有什麼好說 就算他選特首 他不一定贏 對 選而已 選而已 你以為你玩一下 阿爺 你以為你真的給他做嗎 不是 因為真的想他做的 就是給他做 那倒是 梁振英都做到 原本是唐英年 對 好像有爆了他的任司 梁振英這次很厲害 香港是不是真的沒有新聞到 要做這些新聞 要做這些新聞 然後又問他 是不是參選做特首 他參選做特首 那不可以怎樣 關你什麼 這條問題就很荒居 對 就算他也不會跟你說 他也不會說 對 就是經常都問這個議員 那個議員 有沒有來的 有沒有意思 對 參選 怎麼來託賊 你 一定不會回答他 他說有意思 結果不就計算經費 對 計算經費 對 你都傻的 所以不要再問 不用這麼想廢的問題 那些白癡問題 對 不要討論白癡事情 對 就是 說真的 我們講這個事情 不是真的討論你為何 我們討論香港人 怎麼這麼白癡 對 好像沒見過 不做就不做 不做就不做 那些職位 對我們來說 無關同樣的 對 說真的他不做 他就派到第二個市場做了什麼樣子 一模一樣 對 所以 看這條影片 對 哈哈 拜拜 拜拜